你敢相信眼前这个小土堆竟是东汉末年那个霍乱朝纲乱臣贼子董卓的墓 这座董灵汉墓位于巩义市董灵村 今天就来探访这座董卓墓 这座墓在一个丘陵的最顶端这里长满了杂草 据说这个墓里埋葬的是董卓的首集 东汉末年朝廷动乱宦官专政 中平六年时任并周墓的董卓受大将军何晋司令校尉袁绍秘诏 令他率军进京诛杀石长石 这个石长石指的是当时操纵政权的十二个宦官 这座墓的风土被破坏的很严重 看中间还发现了一个倒洞 后来京中动乱 董卓在北盟立下了救驾大功 很快就吞并了附近两大军阀兵力 随后董卓废少帝流遍 立县帝留邪继位 不久又尸杀了少帝及何太后 当时董卓专断朝政权倾朝野 县帝出平元年对董卓的讨伐战爆发 董卓迫使县帝迁都长安 出平二年董卓被孙奸击败退守长安 次年司徒王允设反监计 成功挑拨吕布杀死董卓 董卓全族也被诛灭 那董卓的首级为什么会葬在这里呢 据说董卓死后 他的部下李爵率兵攻破长安 吕布将董卓投颅悬于马巷下 带领数百残疾东处武官投奔元术 行至拱线西侯山又改变主意投奔张淼 故将董卓投颅气下 随后由当地亲董官吏就地安葬 故称董陵 此地也被称作董陵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